字幕志愿者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关注跳弓 刚才大家看到我的跳弓 叫自然的跳弓 自然的跳弓一定要速度够快 以及用的弓是很小的 第三样就是你的手腕 手腕一定要放松 如果你锁死了手腕的话 逼着你是要用整个手臂去做跳弓 做不做到呢?可能做到 但是你会不受控制 为什么?因为硬的头很容易被弓弹得很高 我试一次如果锁死了手腕、手臂和手腕 手指当然 这个是错的 如果锁死了它要做自然的跳弓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刚刚初学的时候 初学跳弓会不会是这样 如果你锁死了 跳到了 但是你能不能跳到多高 能不能听到声音多硬 是的,可以跳到 但是这些是一点都不好听的跳弓 如果我准备一下 人肉准备近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弓是怎样跳法 如果我用回刚才那种硬的 就算这样的距离 起小提琴来说 已经算是太高了 大家听不听到一些声音? 我们不要这种跳弓 所以第一 放松你的手腕 放松手肘 快速自然的跳弓的时候 一定只是用手指的关节 大家看看多近条弦 多近条弦 是很干净利落 拉这个自然的跳弓 你只要开始到最初的那几下 他自己 你掌握他自己之弓 离开到条弦 你就不用再叫他 你要跳或者怎么样 你任何他 你放松 你要做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 看看弓会不会跳得太高 会不会不受控制 其他就不用做了 或者你想大声点 可能大家有个问题 如果要拉这种自然的跳弓 怎样可以出来的声音 是好听点 除了我们说 手腕 手指 手肘 放松之外 怎样可以做得好听点 试试 给弓会向自己打执 少少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如果你跳弓的时候 弓舞完全是平的话 会跳到 但是音会很粗 因为用这么多弓舞 会被弓很容易弹很高 控制不了他 你越是控制他 你就越要握得实 你就会 又是做回刚才错的东西 就会鎖死了手腕 鎖死了手臂 鎖死了手肘 整只手 每一个关子都是硬 你是能跳到 但是这个也是 不好听的跳弓 所以回到最初的第一步 就是不要那么用力 要放松一点 刚才我们说 给弓舞 不要平的 大家看到现在 我的弓舞 是完全贴着 碰着条弦的 这个位置 完全平的弓舞 应该怎么办呢 打执之弓 但也不要让弓舞 向外 大家看看 平的时候是这样 向外 就是向别人的时候 是这样 我们不要这样去做弓 因为这样是 控制不到弓 你会一直 滑着去 指板 那应该怎么办呢 向自己 打側一点 不用真的完全贴着 你看到 不用那条 木 或者我的弓 是碰到 不用真的 那么斜 但是我们 稍为 大概十度 或者十五度 这样的 的 角度 你可能 看到 我打执了一支弓 但是 那些弓舞好像 都是碰着条弦 但是 因为我们的力 已经是 不是直接 九十度 放在条弦 那里 所以 那个 受力不同 变了 慢慢 只得 可能 三十个百分之的弓 是碰到条弦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控制到 支弓了 你也可以看到 支弓 是不会弹得很高 如果你发觉 支弓跳不起的话 做两件事 第一 支弓跳不起 要么 你就太慢 如果你慢的时候 他真的跳不起 如果你用这个速度的话 他跳不起 好像一架飞机 他不够快 那些 空气的力量 托不起 机翼 那架飞机 不会起飞的 所以 你要够快 然后试试 给手指 叫他 略略离开条弦 当他离开条弦之后 你保持 你不用再给力 不用再加快 你只是保持这个 力度就可以了 我做一次 完全是 给力 踏了 看他跳了一些 跳多一些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D 你没有听到 你在做到跳弓之前 你会听到 跌弓和上弓的音 是一样的 不會是下弓很大聲,上弓很模糊 不應該是這樣的,應該是平均的 你閉上眼睛,你也分不出 哪下是下弓,哪下是上弓,這樣就對了 不用心急 看看右手手指是否放鬆,手腕是否放鬆 好了,放鬆了,跳腳跳 先沿著 你可以看到右手鈴фф是鬆的 在緊時,很自然,就會很用力 那就就可以成功做的 還有一點,不如談一談 可能你已经做齐刚才我说的事情了 又够快 然后又有少少想指弓跳起 但是为什么还是不好呢 看看会不会是做多了 或者做错了这两个事情 第一,你指弓是太过斜 可能是斜这边这个角度 或者可能是这样 都能跳到的 但是不好听了 第二,可能更加大的问题就是 你指弓是去了 看到吗? 去了指板 你去了指板 你要多多两倍,两三倍的力 才能做到跳弓的效果 而且听起来的音色是很朦胧的 你想多大声也好 如果你想拉Fortissimo的跳弓 你一支弓是去了指板 它就立刻抵消了 可能只剩下三成的音量 所以大家 注意到弓的角度 以及弓的位置 这个很重要 小小尺都可以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好 或者是这样的话就不错了 角度有错 位置有错 那就很难跳 这个是第一种跳弓要做的事情 大家听过很多 刚才说这个快的跳弓如何做 但是其实呢 当你慢慢拿到这个跳弓的感觉 其实一点都不难 这个自然的跳弓是 不需要做很多事情 就是你找到一支弓 他最容易跳到的地方 就可以了 通常 视乎你一支弓的密度 或者重量的分布 总有一个不论多贵 多便宜的弓 都总会有一个点 总会有一点是特别容易跳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去找那些点在哪 你自己比较到的 如果是太近公斤 你会很乐力 但是这支弓也跳不起 如果是高那头的话 就是可能是上半公斤 不用说 可能是这里 你跳不起 跳不起 不应该用很多力 才令到他跳弓 这个自然的跳弓 不应该是这样的 就像他车那样 你要几样东西配合到 配合到之后 你稍微有点火种 那个引擎就 已经可以混转了 但是如果你 位置都不适合 那你就要慢慢去找 你不要停留在这里 为什么我不可以 当然这个位置都不适合 但是高那支弓 太近 在上半公的位置 很少弓 我未见过有一支弓 可以在上半公跳弓 就算上半公跳到弓 你看看 在这一点距离的手多远 你控制不到他 他会到处走 所以大概在中公以下 找那个地方出来 找那一点最容易跳到弓的地方出来 第二种跳弓 就是这个人为的跳弓 人为的跳弓 什么时候会用呢 就是一些 不是很快 不是很快的 譬如 可能是百分音符 quaver 不是很快的quaver 如果我们想他 不要on the string 不要legato 譬如我拉一个 G major scale 可能G major 头那五个音 如果我想他跳弓 在这个速度之下 做到跳弓 那怎么做呢 这个已经是跳弓 跳弓不一定是很快 才是跳弓 off the string 离开跳弓 这个已经是跳弓 如果你问我 这个慢和快的跳弓 有什么不同 或者是人为和自然的跳弓 有什么不同呢 或者有什么是一样呢 其实就是 我们的手指和手腕 都是放松的 如果是紧的话 再加上 如果你的弓弓是完全平的话 不是我想跳到这么高 是因为 用了这么多弓弓 之弓就 很容易彈到这么高 贴近一点点弦 贴近 多近啊 不是三厘米 不是三厘米 两厘米 是一厘米 所以 大家看不见到我的动作 我慢动作 是 滑下去 拿起 然后上弓一样 滑下去 其实就不是 不是完全 右左右左 你这样是拉不到 跳弓 跳弓是 而做这个动作 需要手腕和手指 是放松的 再举一个例子 什么时候 我们会用这种 跳弓呢 就是 如果我们要拉 一些伴奏的乐段 伴奏的乐段 如果大家 拉一首 Mozard的四重奏 或者可能 在Orchestra里 拉2nd violin 或者是viola 很多时候 都会有这种 这种 这种伴奏的乐句 千万不要把他拉成 这种跳弓是 给我们都不要 就是给我们50万 我们都不要 不要接受 这种跳弓 没有人这样拉的 在Orchestra 在Quartet里面 在Chamber Music里面 这种跳弓 是打交叉 不要因为 你拉的是伴奏 就随便 伴奏 都可以很有心 音都可以有生命 不要让我看到 你拉出来的东西 是 给点心思 大家看到我拉的时候 我的食指 这个之前有一条片 也说过 我的食指和其他手指 都是 好像蓝花手 那样 不是我特意想做一些 很花巧 而是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是 实际的作用 是卸了力去 我的力不是直接 由这边 直接传下去 100% 下去了 我们不想这样做 因为这样会有 有accent 音会很硬 好像机械人 那样 我们和机械人的分别 就是 我们原来可以这样 略略射走 那些力去的 不是直接这样 是这样 是向了另一边 但大家试一下 我知道未必可以 一下子做到 但是 你起码要知道 原来可以这样拉 为什么他的手 这么有趣 我做不做到 可不可以试一下 让手指的关节 柔软一点 但是 如果你做到的话 不论你是 做自然的跳弓 还是人为的跳弓 出来的音 都会是 音色都会 是属于柔和 是好听的 那我希望 今次这条片 是讲跳弓 是可以帮到大家 那 那 如果 各位觉得 刚才我说的 是有用的话 可以 考虑订阅这个频道 下一集 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